每一次SNH48 Group大集结都能带给我们惊喜 这一次也不例外哦 2月2日晚SNH48 Family Group及SNH48出道五周年纪念演唱会 与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圆满落幕 当晚演唱会由SNH48 Group的时尚典范 戴蒙、许家琪、陈倩南、李宇奇、吴哲涵、钱贝婷、张丹三等16位成员 自SNH48 Group第三届年度封上大赏后再度集结 以一场绚烂夺目的视觉盛宴拉开了本场演出的华丽序幕 最后作为SNH48 Group打造精品化及市场化偶像组合的成功范例 初代小组合7Senses和Color Girls也是奇迹亮相 并带来了多首唱跳表演 让粉丝洒呼过瘾 作为今年金曲大赏的全新环节 两支小组合HO2、Blue V的出道人选也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最终两人小组合HO2由冯新朵、陆婷组成 五人小组合Blue V由莫涵、李宇奇、万丽娜、孙瑞、吕一组成 究竟这两支新的小分队会带给我们什么惊喜呢 一起来听听成员们的想法吧 我们那个组合就是因为7Senses这样子的一个像舞团一样的很厉害的舞蹈小姐姐们 我们就是走那种抒情歌路线吧 可能会走青春校园风 但校园风里面也分很多种嘛 有叛逆点的校园风 青春的班长 可爱一点的 所以还是想在校园风当中玩出不一样的一些风格 主要是就不能和他们就7Senses和Color Go撞嘛 就还是要有自己特别的演组 就是穿插在那个7Senses和Color Go中间 好期待你们不同风格的展见哦 据悉这两支小组合将根据成员自身特点和爱好进行定向打造 除了未来一年的培训机会 还将得到定制歌曲、MV及专属演出等重磅奖励 前景无比灿烂 但也伴随着一定的压力 不过妹子们依然十分有信心 压力肯定会有 因为它就是跟咱们在团里面不一样嘛 毕竟是你要单独去面对大家的一个平台 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 就要把这个压力换化成动力 然后更加让我们坚定我们要更加的这个努力啊 好好学习 对然后歌方面啊 舞蹈唱歌方面都要多锻炼一下自己 然后让自己有更高的提升 不过努力的时候也要好好保重身体哦 HO2小分队的冯新多这次也是带病上阵 今天发烧发到39度以上了已经 现在就是让她赶紧回去休息 实在不行就去医院了 在这里也是要祝福新多妹子 早日恢复健康 未来才能在小分队中发挥更好的力量 我们都期待这两支全新组合可以带来更多好作品 2018年的目标就是 首先要答应粉丝们给她带来新的作品 这就是我们比较就是关注的一个地方 然后希望能够2018的话多多出点作品给她们看到 然后也希望以这个新的组合的形式带来更多的惊喜给大家 不论是综艺啊还有影视啊或者唱歌啊这种方面 对 我们有优势我们五个人哎 我们五个人可以做那种小团综啊之类的对吧 是是是啦 简直是各个领域以往打劲的节奏嘛 想说小分队初出成立成员们是不是应该各自找一下自己的定位呢 这说着说着段子手属性平线 果然妹子们都很有综艺感呢 不知道我是什么担当我是高个担当 我说我们这个队最高的 我们七个人理最高的 对我们七个人理最高的 那那呢 最矮的 矮个她等等不可能 盲内 对其实也是非常惊讶的一件事情 我们本来以为是领域最小嘛 对 她好像七数比我看后了 看起来长得比你小 也没有 没想到她就还比我大了 我成了这个团队里的盲内 那我觉得我是我们组合的高笑担当 高笑 那个高个担当不也是搞笑担当吗 那那我是啥呀 那我就门面吧 可爱担当 实力气质门面都担当 我是性感担当 对 你够了 我是我们组合的智商担当 谢谢 哇这确实 真的诸葛亮 这个我们很服 这个我们很服 我们还有一个小可爱 旁边我 我什么担当 你就是 林家小妹妹 真的吗 听起来 你胖担当 就是圆脸担当 圆润 对圆润 果然是各有各的风采 来期待两支全新的小组合可以在18年带给粉丝更多惊喜 山海报道